我们都在寻找一些东西,我们一生都在追求那个东西,但不知何故,它一直在躲避我们,那就是幸福。 我们基本上有两部分组成,身体和思想。 出于某种原因,心灵不断努力通过追求快乐来获得幸福。 身体服从心灵发出的每一条命令。事实上,一切罪恶的根源不是别人,正是心灵。 它对享乐的追求已经危及了一切众生,头脑造就一个好仆人,也造就一个坏主人。 心灵不断向外在世界寻找的快乐真的存在吗?或者是心本身想象出来的东西? 不管怎样,心灵都需要被治愈,让我们一起更详细地探索,并在下一集的超越心灵中与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治愈之旅。 正如我们在上一集中讨论的那样,是心在驱动一切众生的行为。 大脑被编成为深思熟虑有感觉器官捕获的感觉。 然后大脑确定这些感觉是否符合它的适当版本。 如果头脑认为这是适当的,它就会利用这种感觉来产生快乐。 如果不符合心的适当版本,心就会产生愤怒。 因此,幸福完全取决于心认为合适的事情。 头脑可以产生快乐,那么为什么不能幸福呢? 答案在于心灵所产生的快乐的形式,以及它如何无法满足心灵所追求的一切。 想要找到答案,请跟随我们一起观看下一集的超越心灵。 我们承诺将阐明心灵如何产生快乐。 为了更容易理解,让我们考虑一个类比。 在典型的电影中,我们先介绍主角,然后他们就被剥夺了他们所珍视的东西。 例如,反派绑架了英雄的女朋友,而观众们则感到不安。 他们心中产生了一种渴望看到英雄和他的女朋友回来的冲动。 最后,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观众就会松一口气,产生观看的乐趣。 这正是头脑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不同的冲动出现,当他们被终合时,头脑将其视为快乐。 如果这些强迫行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过,这难道不是真正的幸福吗? 要更详细的探索,请加入我们的下一集超越思想。 正如我们已经确定的,大脑会受到不同的冲动的打击,并且可以通过眼睛等感觉器官捕获的感觉来终合他们。 然而,这种感觉是短暂的,头脑所感受到的满足感很快就会回到空虚。 因此,大脑指挥它拥有的每个扫描一或感觉器官疯狂地寻找可爱和愉快的感觉。 然而,这种感觉并不总是令人愉快和愉快的。 要找出原因,请加入我们的下一集超越思想。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感觉是短暂的,而且并不总是令人愉快和愉快的。 我们遇到的感觉不受我们控制,它们是因果决定的。 我们过去的行为已经引发了我们现在必然会遇到的感觉。 在心灵追求快乐的过程中,各种危险随时可能出现。 同样,我们现在的行为将决定我们将来必然会遇到的感觉。 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但我们可以改变对当下遇到的每种感觉的反应。 要了解具体方法,请加入我们的下一集超越思想。 现在我们知道,业力法则因果性地控制着我们根据过去的行为必然会遇到的感觉。 我们当下所遇到的感觉不受我们控制,也不符合我们的喜好。 有时我们可能会很幸运,但大多数情况都是悲惨的,生活总有办法让你失望。 为什么有人要拿生命来赌博,希望生活能够顺利。 没有人喜欢迎接不愉快的感觉,但只要我们想要感受愉悦的感受,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不愉悦的感受。 这样一来,愉悦的感觉就证明不过是变相的诅咒。 愉悦的感觉,很快就过去了。 不愉快的感觉很容易进入我们的生活。 请加入我们的下一集,了解更多有关如何处理所遇到的感觉的信息。 一般来说,我们喜欢愉悦的感觉。 因此,我们喜欢收集那些能带来愉快感觉的东西, 以便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产生快乐。 要收集这样的东西,我们需要努力工作。 没有什么是免费的。 所有生物共享有限的资源。 因此,为了获得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激烈的竞争。 在极端情况下,人们甚至愿意杀人,以确保自己的地位。 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 根据业力法则,他们必须为这些罪孽付出代价。 我们必须经历这一切,因为我们喜欢事物。 想想当我们喜欢某样东西并且想要获得它时, 我们所承受的精神压力。 在我们获得它之前我们不能休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道德标准以及内心的瓶颈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请在下一集中与我们一起讨论喜欢事物的危险。 现在我们知道,一个人必须努力才能获得喜欢的东西。 但是,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 一旦你拥有了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必须努力以你想要的方式维持它。 以汽车为例,你需要赚钱才能购买它,然后你需要清洗它,保险它,修理它。 其他人可能也喜欢这辆车,他们会试图偷走它,所以你需要保证它的安全。 你将不得不生活在失去它的恐惧之中。 您甚至可能会失眠,担心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会造成伤害。 但一切事物最终都会腐朽,如果是汽车,它就会磨损,它可能会遇到意外。 有人可能会偷走它。 愉悦地感受如何成为痛苦的原因,这不是很清楚吗? 所有这些痛苦,只是因为贪爱。 让我们在下一集的超越心灵中详细探讨贪爱的徒劳。 在上一集中,我们探讨了当大脑对某件事产生喜欢时,它是如何开始受到干扰的。 在获得它之前,心灵不会休息。 因此,人们必须投入工作,直到获得所需的物品。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拥有想要的物品并保持它符合心灵的喜好是多么的麻烦,以及担心它会受到任何伤害。 无论说什么和做什么,都无法阻止所需物品的腐烂。 任何捏造的东西都会腐烂。 最终它会走向灭亡。 这种腐朽和最终的灭亡会给心灵带来很多悲伤、哀叹和绝望。 一切都是因为喜欢某样东西。 它不仅限于喜欢物理对象,它还渗透到我们通过心灵所拟人化的不同性格。 让我们在下一集的超越心灵中进一步探讨。 在上一集中,我们了解了每个制造的物体如何变得更糟,直到最终消亡。 所有的生气都会经历死亡和腐烂,但它们并不总是物体。 假设你想成为一个好父亲,你需要努力去塑造一个叫做好父亲的形象。 一旦你认定要做一个好父亲,你就需要努力保持一个好父亲的气质。 它总是变得更糟。 最终,任何生气都会灭亡,但在造成很多痛苦之前, 我们在维护好父亲性格的过程中,就犯了罪。 我们会打架,欺骗,偷窃,甚至杀人,我们将来必须为他们付出代价。 让我们在下一集超越心灵中讨论吧。 帮��� D 感谢观看